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是想着今天3月19号 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你对于这个看到的 听到的 闻到的 尝到的 触摸到的 你有多久多久 就可能太匆忙了 事情太多了 你已经有多久没有去感受这种感觉 我只是在想着了 我现在赶快提醒大家 醒过来吧 醒过来吧 觉醒过来 什么觉醒 对美的感受 醒过来 为什么现在赶快来讲 因为很快就要进入到4月 其实现在已经都是感觉到 渥太华比较特别 冷的时间久一点 但即便是在白雪矮矮 或者是风雪当中 甚至树枝上挂着冰 有的时候看到那个叫雾松 冬天也很美 那马上 其实冬天呢 在这个雪地里头工作的人户外 必须行走 包含去清理车子的人 一定很辛苦 但是如果就着说 就是欣赏这番景色 就是很美的 哪怕是枯枝 枯枝都有线条的美 树大即是美 还是美 这些冬天也是美 但很快冬天已经尾巴了 有些地方都是春天来了 我们现在才准备着 准备着雪有一点点融 开始融这样 就是我只是想 借着蒋轩老师的这一本书 提醒大家不要辜负 这个美好的春光 它就要来了 我们应该要准备好心情 如果你看到那个树枝上 那个小小小的牙包冒出来 如果你看到那个挺过冬天 然后那个树枝在风吹一下 摆动一下 你都要能够感觉到 他们回来了 春天回来了 然后你应该跟他们怎么说呢 我常常是跟他们讲 嗨 哈喽 好高兴你们回来 常常是不晓得在高兴什么 我感觉到他们也 经过一个冬天的折服 然后终于他们要准备要换新装 准备要装扮这个大地 准备要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春天 他们都准备好了 我们得准备 我只是借这本书 美的觉醒 大家赶快对于美的感觉 要苏醒过来 其实我很能够体会 大家在日常生活之中 有的时候事情一桩桩接在一起 中间少了一点空间 让你去对美去感受 去再让自己柔软一点去感受 有的时候我说我可以理解 我偶尔也会陷入这种情况 如果陷入这种情况 都觉得对人都会变硬 但自己也懂得去调整 就是这样子就 我会觉得硬起来 就对人的对不起 那对这个大地大自然 也觉得他们那么欢喜的在 我觉得是在供养我们一番好山水 好春光好风光这样 他们那么欢喜 常常感觉到那些树在跟我们招手 那些花草很努力的绽放 就是为了给我们欢喜 常常感觉这样 所以总觉得要跟他们回应 但如果你没有 你的这种对美的感觉 没有醒过来 就常常是视而不见的 我其实不记得老师在 哪几本著作里头提到 比如说我举例讲 有一次 老师不晓得组了一个 就带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的团队 那当然是跟着老师学画画 或者说 就是有家长带着学生 好不容易 去到法国 罗浮宫这样 然后老师在带学生 就讲询老师 说他带 他在跟学生讲解 这是第几号作品 你看他这一幅怎么样 他这个如何如何 他旁边的家长 这个年轻的妈妈 就在旁边做笔记 他说这是几号 然后就说 老师快点 我们还有几号几号 还有多少还没看 要快一点 我们时间不够了 这样 这样几次被催促 蒋轩老师就说 他就跟那个妈妈讲 他就问这个年轻的妈妈说 请你告诉我 看了这么多 你看到了什么 这样子 那一段话 我其实也是蛮震撼的 你看到了什么 对 你经过了罗浮宫 你可以经过好多好多 这个世界最有名的这些 博物馆 美术馆 你都可以去打卡 去拍照 手机现在很方便 到此一游 但是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你看到了美吗 我就是千万不要把小孩子们 这孩子们的这种 对美的那种感受 那种好奇 不要把它用这些编号 用这行程 把它剥夺掉就好 总是那一番话 他这一反问 是令我很惊讶 告诉我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那不是有经过 告诉人家 你看我都有照相 我都有编号几号 我的经过 绝对不是只是这样子而已 当然这本美的觉醒 老师用了 可以讲用了佛教的一种术语 我们讲 眼耳鼻舌身翼六根 那老师讲的美 美的讲美学 讲的是五感的美学 就是眼视觉的美 耳听觉的美 然后鼻嗅觉的美 都是一种感觉 然后舌味觉的美 然后身就是触觉的美 老师用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还有触觉 他讲这是五感 其实这些觉从哪里来 从心意识 内心里头 去感受它 去感觉 是这样来 所以其实合起来 还是我们讲的 就是我们这个组成 这个身心的状态 眼耳鼻舌身翼 加上一个分别的意识 加上去之后 它就会感觉 种种世间的变化 都出来了 所以善用自己的 这是我们本来就拥有的 但是常常我们 不晓得是被忽略掉了 还是被好像干枯 僵化了 这些 就有一些人会忽略掉它 我觉得很可惜 有时候 你说听觉 比如你听到婴儿的笑声 那这是全世界最美的音乐吧 当然音乐 在讲到这里 我突然想起 我有一年在京都进修 在日本 平常时我骑脚踏车 因为那个交通费太贵了 不会骑车的我 我再顺道讲一下 我去跟学长捡回那台 已经交好几手的 就破脚踏车 我不会骑脚踏车 为了要省钱 我就把他跨过去 坐好 然后我就跟观音菩萨讲 我心里头跟观音菩萨讲 我说我知道 我需要的就是平衡感跟平常心 就是这样 然后我就开始骑脚踏车去学校 就是平衡感跟平常心 如果我有时候要感觉要失去平衡 我就知道 我用力了 比如说大巴士经过 一紧就会有点晃 所以我就告诉自己 平常心 平常心 那个平衡感就掌握到了 这样子 我说我有一次 我是走错路 我在找路 然后就脚踏车就牵着 突然间 就是那眼前 我就走到一个 住宅区的一个小公园那里 然后 那个樱花雨就这样洒下来 太美了 差点都觉得不能呼吸 太美了 那个樱花 整片飘坠下来 我就停了下来 眼睛看了 视觉 是淡淡的粉红色的樱花 然后那个嗅觉 是当时的空气 公园这样很清新 然后我就听到有声音 原来在那个小公园 老人家在打那个 好像是锤球吧 就锤子把那个球 打进一个洞那里 老人家慢慢走 就打一下 我这边看看 是老人家在打锤球 我这边看看 有一位家庭主妇 他应该是在扫地 扫了一半了 他就扫把就放下来 他在那里写生 对着一朵 刚刚 就那个百合花 开出来 扫把本机 都还丢在一旁 拿着那个 好像写生本子 就在画那朵百合花 这边看看 那边看看 然后那个好像是樱花雨的洗礼 其实有一点画面感 就是过去我刚出家 就出家以来 那个个性 我师兄弟形容我 刚正不阿 就是非黑即白 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 不是怎么样 也不能怎么样 但是在那个时候 我的画面感 就是它突然有一种 那个樱花的彩色 就这样晕染开来 我突然间感觉到 我的世界变成彩色世界 那是樱花雨的洗礼 还是就是美的洗礼 这些不知道 反正这些好美好美的景象 在心里头 所以当我看到 老师的这一本 美的觉醒 如获至宝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我在今天 说要录影 我跟方元讲 其实 其实 面对这本书 没什么话好说 因为就是要你去感觉 就你自己去翻看 会带我们去省思 什么事 美的时候 我觉得 说多了 就好像言语是多余的 这样子 那在这书里头 让我们 也可以讲老师 就是带着我们 恢复我们一点点 对于自己所看 所听 所有这些接触的 的那种 很温润的那种感觉 而且是很美好的那种感觉 那就把它叫美感好了 总是 美的觉醒 应该也是 我们的自信 觉醒的时候 我相信一个觉悟的圣者 他看这世间 一切都是美好的 他可以看到众生的苦难 但是不会以为他就是 好像败坏的像 是丑陋的像 不会的 他看到的是值得怜悯的众生 像这些种种 我觉得 这本书很有意思 原则上 我把它收藏在身边 不当是一本书 有的时候自己 累了 或者我觉得 今天好像 因为事情 有点感 我觉得心 有点 硬起来 没有那种柔软的感觉 我就这么翻 翻看一下 就随意翻到哪一页 就是哪一页 都可以让 因为这个美感的洗礼 然后就 好像柔软下来 这样子 所以 我说 好像今天只要讲五分钟 我就没话可说 因为我觉得 话 多余 但是 想着还有一些这些画面 会浮现上来 就顺便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主要的还是讲 就是这本书 就叫 美的觉醒 希望你一起阅读 希望你的 对于即将 要离开我们的冬天 跟即将 要来跟我们 招呼我们 很欢喜 跟我们见面 告诉我们 他们回来的 春天 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希望 看到春天的时候 跟他们说 哈喽 欢迎回来 祝福大家 我们都回赏了 好 谢谢